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很多片排隊 弄到現在4月中我才拍分3月用什麼 是不是以為我不出呢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3月我用了什麼很想分享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3月發生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不用再戴口罩了 大家的唇膏化妝品是不是全部拿出來呢 今個月我很喜歡的一支唇膏是來自Hourglass的 它的色號叫Sahara 310號色 它是金色的面 下面有H字的 上面有小兔 今年兔年 然後它的質地我用了很多 一滑下去 好像牛油遇上一個熱的鍋子 溶化在上面很好滑 是有光澤的焦糖岩瓜色 可以很飽和 也可以塗完之後推開它自然一點 塗出來和看到的唇膏顏色是差不多的 之前要戴口罩的時候我就很少用 因為它也蠻交換的 但是現在不用戴了 所以我很喜歡它 因為顏色很漂亮 很高級的感覺 看上去是很有質感的一個顏色 另外一個唇膏我最近都很喜歡用的 就是Clarance的 這個叫Lip Comfort Oil Intense 10號色 這個是我剛剛收到的已經極喜歡 它的顏色不是偏橙的 它是一個比較上叫做乾燥玫瑰 是深色一點的 就算嘴唇是乾到脫掉 皮裂了也好 它一塗上去就可以撫平了 顏色不化妝都用到的 是很漂亮 很自然 你會感覺到它真的做到滋潤 而不是上面一層假潤的 所以最近我都蠻喜歡這兩個唇膏的 但是因為不用戴口罩 我有很多唇膏都不斷拿來用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留言告訴我 想看唇膏片 這個一樣是會交換的 如果你戴口罩的話 不想它沾下去 就可能要用一些比較沒那麼容易沾染的唇膏 但是如果不用戴口罩 我覺得這些的顏色盡情擦 然後是一個化妝工具 它是粉底棒 很多朋友問我好用不好用 需要用不需要用 我會說秋冬的時候它可有可無 但是現在春夏非常好用 因為這個天氣我會追求底妝比較薄 它完全做到 它是有兩邊的 牌子是Philimini 我在韓國的時候買 大約六七十元 然後香港代購應該一百元有交易 短的這邊我會用來拿粉底 一些鞍狀的粉底箱 然後長的這邊用來上粉底 我的用法就是先擠了粉底在手背 用長的這邊拌勻它 再打凍去滑一下拿粉底 然後塗牛油在麵包 塗在皮膚那裡 再用海綿拍開它 你會發現粉底是非常薄貼的 如果你覺得遮瑕度不夠 再重複一次這個步驟 再拍開它 是可以build up的 當然也要看這個粉底 我自己用粉底液 用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是超級喜歡的 這個我會看到不同的牌子有出 但是應該差不多 不一定要買這個 總之它要夠薄 然後是要夠一個長度 你可以大範圍這樣 把它塗在皮膚那裡 好像塗水泥一樣 為什麼我會說春夏用它是更加有感呢 因為秋冬 可能是想要那個保濕感 我就喜歡用手塗 然後再用海綿拍開 它那個遮瑕度 保濕度會高一點 但是現在呢 我是很怕浮粉 很怕脫妝 用它是做到一個超級貼服的效果 是很漂亮的 然後我用了一個很新奇的護膚品 想跟大家分享的 它是EST的Serum 1 有用過泡泡洗手 泡泡洗臉 泡泡洗澡 泡泡面膜 這個 它是泡泡精華來的 它擠出來是泡狀 推開是液體來的 之後呢 我第一次用是覺得 它挺滋潤的 然後有一點油油的 但是原來一分鐘左右 它吸收了兩個世界 是非常平滑 細緻 柔軟 有光澤 是超級經驗的 好像沒什麼人去討論它 但是很好用 它的缺點是比較貴的 這個55g是朋友送給我的 我看到Forsize 90g是要940元 但是它真的好用 而且是好玩 有效果 我日後用它 是再加乳液就完成了 晚上它可以完全代替到敷面膜 它真的好像敷完面膜一樣 很不一樣的感覺 是很好用的 大家有沒有用過 用過的朋友有覺得好用呢 記得留言 因為我真的覺得它更加值得讓人知道 有一點點香味的 是很舒服的 總之這個月用了它 又生氣又好玩又喜歡 所以很想跟大家推介 最後是一包拌麵和鍋子 這個拌麵我放在封面就知道有多喜歡 它是朋友買給我的泰國手信 如果在香港看到它 記得告訴我哪裡可以買 我要大手入貨 因為一吃就愛上了 它是辣的鹹蛋黃味 是像鹹蛋黃醬的 然後不會很假 或者很膠 然後這個辣是中辣的 可以把整個面的層次拉高 面是比較粗 把那些醬汁全部鎖住 是很濃郁的 很好吃 它裡面是有一包粉 一個醬 我懷疑是辣粉和鹹蛋黃醬 因為我一開始以為辣油 我打算沒有那麼辣 是加一半 誰知道一樣那麼辣 所以我想我調轉了 大家可以去試一下 如果你喜歡吃鹹蛋黃的話 它絕對滿足到你的心 它的份量 我吃是剛剛好 但是男生應該不夠的 不過邪惡的東西 少吃多之味 總之我去到泰國一定會買 還有如果有其他味 應該都會試 因為它真的很惹味 除了麵之外 就是因為煮麵 我記得這個鍋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它是來自Franfran 應該沒有讀錯 這個我用了一年 它還是保持到這樣的顏色 我家是用明火 完全沒有燒洞 它的底部還是保持到這個顏色 它可以用電磁爐 但是因為這裡是用明火 我就照燒它 竟然沒事 它有一點點影響 但是我覺得一年了 是不停地用 炆東西也試過 長期開著火 普通用來煮東西 煮薑茶 然後用來煮一煮雞煲 全部都煮過了 除了外面沒有影響之外 裡面也是沒有洞的 所以我記得大約 200多元 或者300元左右 它是很划算的 真的你一開始覺得 這麼小 這個價錢有點貴 但是用久了 不錯的 它這裡的 病位 還是蓋位 是有一個粒子在 可以放著筷子 或者是殼 跟著那些筋 是很方便的 你不用放在這裡 而且它是用膠的 這個位置 所以它煮得很滾也好 你可以這樣拿開它 但是旁邊它就會熱的 所以你就要拿一些東西去墊 才好拿起它 它的樣子很漂亮 很有趣 尺寸也很好 適合一些一個人兩個人 小家庭去用 是非常之好的 當時我看到這個顏色 是想都沒有想過 我打算用一會就打殘 沒有想到它可以捱到一年那麼久 所以我剛好煮了這個麵 就想起 不如跟大家分享這個鍋 是一個隱藏好物來的 好了 很快就分享了我的3月用什麼 4月大家是想準時還是退遲 因為兩個星期就是了 3月因為很精彩 又去旅行 然後停了一個星期 然後還有購物店 所以現在遲了 不好意思 但是都有很多東西 很想告訴大家 我用完 好好用 很想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系列 如果喜歡今天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會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十三 和星期日更十二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星期五更新 旅行 眉